在美国申请大学 学生在高中时期参加社团 以及课外活动的记录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活动中的表现 容易凸显个人的特质 比较能够从大批的 申请学生当中脱颖而出 但是要如何选择 参加的课外活动 而哪些课外活动 在申请大学时 有加分的效果呢 专家指出 符合自己的兴趣 以及选择与未来专业 有关的课外活动 对于申请大学 比较有帮助 在高中四年的学生生涯当中 除了课业学习 参加课外活动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为在活动当中 不仅可以学习 待人处事的道理 更能够挖掘自身领导 才能的潜能 若是表现突出 在申请大学时 更有加分的效果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在课外活动上面 能够表现 首先就是这个leadership 就是领导才能 再来就是说 学生在这方面 有真正的兴趣 有高度的兴趣 所以才不断地 去参加这些社团 比较能够展现 自己独特的一些才艺 如果说你在那方面 有很突出的表现 或者是你可以当到 校队的队长 那当然这个是不同 这个是一个属于 领导才能的展现 这个跟展现兴趣 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而在学校的社团当中 积极努力让自己成为领导干部 是磨练自己的好机会 大部分要担任领导战部 当然你要在那个社团 就是待的时间比较久 通常你9年级就要先进入 然后就要可能想办法 先从一些比较基层的 一些干部当起 甚至有一些 像student government 可能你从初中开始 就要去参与 然后一直就是同一区 同一批学生身上 同一个高中 你才有可能 就是慢慢爬上去 成为领导者 那当然也是有学生 自己就是成立一个社团 也是一个成为领导者的方式 但是身体表上 要列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只是说你是这个 领导者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你在这个当领导者的 这几年之中 你都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 比如说你把会员增加了多少 或者你做了哪些大的活动 我想这个才是在 这个身体表上 比较加分的部分 由于高中课程会逐年繁重 而参加社团或是课外活动 难免会花一些时间 专家也建议要聪明分配时间 才能够兼顾课业以及活动 一般来说像运动校队 这种会比较花时间 尤其是属于这个团体的 因为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这个练习 有的时候学生他参加的社团活动 可能本身不是那么花时间 可是他可能当上了干部 变成他又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就是组织一些活动这些 所以其实这个是要看学生本身的 这个组织能力 适不适合做这些事情 因为有些学生他当了总裁 他不是交代别人去处理相关的事情 而是他自己做每一件事情 就是心理行为的去做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他自己 要花的时间就很多 所以其实学生在参加 每一个课外活动之前 尤其是在九年级 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安排的过来 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最好能够四年做到底 专家建议在高中四年当中 最好事先做好 参加课外活动的规划 才不会再花了时间之后 又得不到效果 事倍功半